這樣刮喔 哇 刮成這樣 等一下可以修復喔 哇操 哇操 幹 你有拍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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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這很扯 大家好 我是Kevin 為什麼現在我們的開場看不到我的人呢 因為我們的畫面被我們的攝影師阿瓜給刪除了 相信大家對我們的改車系列已經不陌生了 那前陣子呢 才入手這台C43 我們也準備來把它暴改一番 那我們買來的時候呢 是全車白色的 經過討論 我們決定把它全車貼黑 但這次的貼黑呢 不僅是貼改色膜 我們貼的是改色犀牛皮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一樣到我們的威魚隔熱紙 請這個劉老闆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最新的改色犀牛皮 它有什麼特色吧 那老闆 這樣這種犀牛皮 你說它有自體修復 那我們像遇到剛剛這樣銅刷這麼深的刮傷之後 它要怎樣修復 像這種阿 我們叫鋼琴烤漆黑 對 因為這一個車我們把它做一個特色 雙色 這種阿 特別容易刮花 包括你不擦就刮花 就會有一些擦痕 對 那我們這種你用一個熱水 你把它淋上去 一秒鐘就變新了 所以它是透過溫度來修復 對 透過溫度它馬上續溫就會慢慢地去修復 30度 30度的溫度就可以讓它有修復的效果 所以我們平常停在外面大太陽去曬它 它就有修復效果 那我們今天因為在室內天氣比較冷 我們直接倒一個熱水瞬間就修復了 市面上阿 目前賣的最好的是透明的犀牛皮 比如說你買一台黑色的車 對 我們貼這種透明的 它有保護的作用 對 保護防止可能跳石打掉漆的這種狀況 對 貼了也沒有人知道你貼 犀牛皮是不是還有在分材質 就是有很多種都是叫犀牛皮 可是其實它有分不同的材質跟等級 比如說啦 我們這種叫做TPU TPU 就是自動修復的犀牛皮 對 這市面上算是最好的 對 目前最好的等級 對 它有比如說像鋼琴烤漆黑 就貼起來跟鏡子一樣 就像我們上面的這一塊就是鋼琴黑的 那也有這種消光的犀牛皮 這已經是消光黑了 那我們也有消光綠 消光紅 就是有二十幾種 二十幾種顏色可以選 那我們今天就是貼這張消光黑 對 然後我們上面是貼鏡面的 然後平常以前可能大部分都貼 像那邊那張透明 對 透明 然後這個都是TPU 所以還有其他種材質又不一樣 像如果你買法拉利 它可以自選色 一百多萬 因為它那個色已經很漂亮 你不能把它貼掉 你還是要保留它的圓漆 你就要用透明的 對 那像我們這種我們可以做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像貼台車也不便宜 它有沒有什麼保固 保固差不多都在五年 車子髒了 我們一定要洗車 正常的洗車 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問題 所以說它的壽命也可以超過這個五年 如果像好一點的車法拉利 它一年開不到兩千公里 它五年它也跑幾千公里 其實它開來給你看還是更新 還是很新 那我們如果一般的車每天在使用 那可能五年差不多它的 會沒有那麼漂亮 可能邊邊啊 還是它的焦的問題 對 老闆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廠內四台車都在貼模 對 最近貼模車做不完 對 那這些車它們都是貼改色跟細牛皮嗎 對啊 因為我們買白色 對 就不用奢侈碎嘛 那我們如果要加這種顏色上去 可能就超過 這邊都是可以選的顏色 對 我們買回來 我們想貼比如說蠟灰色 這個消光綠 消光黑 我們怎麼貼都可以 對啊 因為像那種超跑 那種選配 好像都蠻驚人的 光選一個顏色都要幾十萬 一定要 那這樣貼起來真的很划算 它可以每年依照它的心情去換它的顏色 價格差好幾倍啊 價格差很多啊 那選配光選一個就幾十萬 可能五六十萬六七十萬 如果你是很貴的超跑 那你貼這個 對它們來說就是很便宜很划算 而且又可以提供漆面 圓漆的一個保護 因為圓漆很重要 沒有人希望自己的圓漆受傷 那老闆那這台它原本是什麼顏色 我看它貼這個綠色蠻漂亮的 消光的 因為這種很多都是黑色白色 就沒有什麼特色 你出去大家都一樣 所以說我們可以選到我們自己喜歡的色 均綠色 跟人家不一樣 然後又很有質感 很有味道 這台應該要貼很久 這很大台 對啊 這真的是很細的工 老闆我們像貼完這樣子 全車不管改色也好 洗牛皮也好 那很多車友他會問說 那我要怎麼保養 我平常要怎麼維護它 有些人他會去打蠟幹嘛的 有的沒的 那到底要怎麼保養它 基本上我們就是要洗車 就一樣洗車就好了 因為你洗車這個面才會漂亮 使用上比如說三個月半年 最好回原施工單位 檢查一下 我們再幫你檢查一下 看看邊邊角角各個地方 有沒有需要稍微調整一下這樣 所以也不用刻意說 要去注意什麼或避諱什麼這樣 那可以打蠟嗎 到底可不可以打蠟 還是看個人喜好 透明的一定要打蠟 透明的要打蠟 像這種消光沒辦法打蠟 這種沒辦法打蠟 因為我知道現在的這種膜 它好像都有自帶 就是防水潑水的效果 因為它表面好像有做塗層對不對 這都有潑水 所以其實也不用打蠟 因為它已經有那個塗層在了 它已經有防水效果 你打蠟真的就是 就是你覺得比較爽而已 自己比較爽 因為我們很多客人都會 貼完膜之後問我們能不能打蠟 它可能想要那滑滑的感覺 有些人喜歡那個滑滑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是追求 那個滑滑感的話 你可以打蠟 但是其實現在的磨料技術已經很好了 它都有自己帶那個修復 然後也有精油的保護 不用再去做其他刻意的保養 感謝老闆 終於把我們的車全部都貼完了 其實包含隔熱紙啊 燈膜啊 還有一些小地方 我們都已經都處理完了 老闆如果我們的粉絲 想要來這邊給你貼 有沒有一點點優惠 或是一點點東西 可以給我們的粉絲朋友 我送你這個熏黑的燈膜 這個要送就對了 這個要送就對了 如果來這邊貼膜的話 要送這個 這個最漂亮的熏黑的燈膜 它可以保護啊 然後又漂亮 這個實際喔 因為這個每個人都有貼 OK好 再次感謝老闆 好那我們今天終於交車了 我們全車已經貼完了消光黑的犀牛皮 然後其實我們隔熱紙也貼了啦 當然隔熱紙之前你們講過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不多做贅述 我們一樣是貼最頂級的隔熱紙 那剛剛在威宇也讓大家看到了 他們真的是隔熱紙跟貼膜都非常的專業 他現在場內呢 還有三台車等待在貼膜 有些是貼改色膜 有些是貼犀牛皮 有些是貼改色犀牛皮 然後老闆說他在附近的 有住一個停車場 下面還排了三台車 也都是在等貼膜 可能年底到了 大家都想要貼膜 想要改色 換一個味道 其實我之前的影片都跟大家講過了啦 如果你是追求有一個最好的保護性啊 犀牛皮的保護性絕對淋駕於鍍膜之上啊 不要跟我說你的鍍膜有多強 雖然我自己是做鍍膜的 我自己是做汽車美容材料的 我必須承認 犀牛皮不管它在磨層的厚度硬度韌性 各方面表現一定會比我們 鍍膜上去的那個磨層來的更強 那但是它的價格還是有很大的落差嘛 我們汽車美容的鍍膜 一台車可能是一萬塊兩萬塊三萬塊可以解決 可是你貼犀牛皮不可能是 兩三萬塊可以解決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貼的這個犀牛皮呢 它是最新的 它是有帶顏色的 因為以往的犀牛皮大概只有兩種嘛 一個是透明的 一個是消光 然後你車子是什麼顏色 你就會變成消光什麼顏色 那我們今天我們車子原本是白色的 那我們還可以貼這個消光黑 因為這是新的磨料 它是消光黑的犀牛皮 不一樣的犀牛皮材質 它就會有不一樣的價格啦 你在外面可能會遇到很多人跟你說 我貼犀牛皮只需要四萬塊五萬塊六萬塊 那其實那個磨料就是比較便宜的磨料 可能是大陸的磨料 可能是比較刺激的磨料 可能是比較刺激的磨料 那我們今天貼的是最頂級的 TPU材質的磨料 而且是進口的磨料 所以它的成本呢 就比其他的那些便宜磨料來的高很多 對於這些超跑車主來說 它在原廠它有要選配顏色 可能動輒十多萬二十幾萬 甚至有些超跑要選到四五十萬 只為了選一個顏色 其實是很不划算的 它拿這個少少的錢 就可以做全車改色 而且可以每一年依照自己的心情做更換 才會讓貼磨業界呢 這麼樣的盛行 因為對於這些超跑車主來素 可以提供它更多的選擇 其實剛剛你跟老闆聊過了 貼磨完之後 你回去的保養 你剛貼完 你回去就是一個禮拜不要洗車啦 因為它的磨還沒完全的乾 那你讓它完全乾之後 你再去洗車 避免你的邊邊角角會翹 那通常貼磨完的車 可能一個月後兩個月後 會建議你回到原本的施工的店 請它幫你做檢查 全車檢查一遍 確認所有的邊是不是都黏得很牢固 那如果有不牢固的地方 它會幫你做加強調整 因為貼磨很難一次性做到一百分 因為每一種磨料的特色不一樣 然後我們的車子 有這麼多的彎角 這麼多的地方需要去注意 所以會建議大家可以回去 再給原本的施工的店去做檢查 那我們這台C3到底要怎麼改呢 按照慣例我們已經先來為了隔熱子走一趟了 只是這次我們除了貼隔熱子以外 我們還貼了吸牛皮 這台車我們準備應該也是全段的排氣管 但是換哪個品牌我們還沒決定 我想要去嘗試看看不同的品牌 然後一樣會寫個二階的晶片 然後我們的輪圈、卡鉗 甚至這次連避震 我們都有考慮全部換上 那全車的碳纖維套件我們已經訂好了 我們等它回來之後我們就會去安裝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我這邊再跟大家做一個預告 我們的540其實已經改的差不多了 我們之後會把540、143兩台車 先拖去拉馬力 然後我們再來做交叉測試比較 因為畢竟540跟143 這兩台車當初就是競爭對手 那我們兩台車都改的差不多之後 我們去拉馬力機 去拉出真正的輪下馬力 然後我們一起找一個安全的封閉道路 來做測試 來PK一下 看到底哪一台比較強 最後請大家繼續祈禱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按讚追蹤分享設定出來 全部都做起來